小呆知道,那女子是故意暴露,虚张声势,要引开追来的众女子,便在一处灌木丛旁蹲下身形。 果然,周围众女子大呼小叫,向那女子追了过去,待追汗声渐远,小呆这才慢慢站起身。 他知道,那女子必是凶多吉少,他甘愿牺牲而救了自己,这份情意怎么报答,心中感动,又欲流泪。 定定心神,迈步向前,木的一声凄厉叫声,前方略飞了一只夜鸟,小呆吓了一跳,正待举步,人影一闪,面前不远处,有一女子,直见拦住了去路。 林中幽暗看不清楚,但此女略来身法其傲,必非拥手。 小呆公子,你还想逃吗? 正是欲知,那丫头唬得了别人,可唬不了我。 小呆惊叫一声,转身便跑,只听背后玉枝娇齿一声,追降过来。 小呆暗暗叫苦,发足狂奔,只顾往黑暗的密林里钻,背后的玉枝追着不住喊话道。 小呆公子,你逃走了,三天之后毒药发作,岂不会死,我们并无加害你之心呀。 小呆边跑边骂,你们肥一帮,都是些什么鸟,我还不清楚,小爷宁可毒发而死,也不能替你们摆布。 花音微落,突然一脚踏空,身子顿时直坠下来。 他武功平平,且在急奔直下,如何收拾得住。 妈呀一声惊叫,身在半空,双手乱抓,却什么也抓不到。 突然间,下坠的身子坐上了什么东西,屁股一疼,身子向上弹起,咔咔几声响,原来压断了一株巨树伸到悬崖边,折断的粗大树干。 小呆复有落下,但下落的距离便也缓消了许多。 小呆慌乱中又一阵乱抓,这次,竟给他抓住了一根从粗大树干上垂落下来的藤条。 身形又向下坠落了百余杖,手中藤条一紧,把他吊在了半空,向四周望去,漆黑一片,脚下似无底深渊,头顶只有一线微光。 小呆知道,自己是被挂在了悬崖的半空,上去,比登天还难,摔下去,势必粉身碎骨,心中是较苦不迭,毫不后悔。 就算能够离开悬崖,荒山野岭,何处去弄解药。 三天后毒发而死,尸骨还会被野兽吃掉,悲从中来,又急又怕,不由地放声大哭。 刚哭两声,藤条扯断,小呆握着藤条,腹又下坠。 呼啦一声,小呆下坠的身形似落在了一片水里,他只感到一阵腐臭扑鼻,机遇呕吐,拼命抓脑,双脚乱蹬,不知沉入水底。 双手抓脑之间,竟抓住些枝叶般的东西,身形浮游过去,爬上那些漂浮在水面的枯枝浮草上。 微微喘了口气,顿感身下的东西很结实,趴在上面,犹如木板,却不下沉。 心中烧安,可也不敢再动,终于,小呆趴在那里,昏睡过去。 他狂奔半夜,又惊此惊吓,身心俱疲,略一松弛,便再也坚持不住。 天亮时,小呆苏醒过来,睁眼一看,刺激竟趴在一片枯枝水草,蝉联如毯的湖面上,双脚还泡在水里。 周遭的情景依稀可见,这里却是一个深谷的谷底,虽然有一两声鸟鸣相闻,却不见一只野兽踪迹。 这湖,有一面,似还有宽阔的水面,望不到边际,而另外三个方向却可以看到岸,岸边怪石灵循,悬崖峭立。 小呆知道,这湖面非是酒呆之处,便石爬石游,总算湿淋淋地爬上了岸。 爬在岸边喘息片刻,回头再瞧,那湖面枯枝水草和腐烂之物又缠连在了一起,似从未有人到过。 小呆暗自庆幸,若非这些服务,他怕是已经坠落到湖底淹死了。 这时,小呆才感到寒冷透体,他吃力地爬起身来,亮亮腔腔地坐到湖边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脱下石头的衣裳,赤身裸体想找个所在躲避风寒。 游目四顾,却无一处可以容身,便把石衣亮到了石上,将玲珑刀和那对玉玲珑放在了旁边,然后复奔到湖边,进到湖里,蹲下,把身子泡在湖水里,这样便感到风寒渐消。 举目四顾,光线玉亮,头顶似有阳光照下,蹲在湖边,等着衣服晾干,小呆百无聊来,呼得又声悲哀。 自己现身身骨,无意是在等死,便是不被饥渴而死,三天之后,毒性亦会发作。 想到饥渴,他便真的感到了又饥又渴,但湖水腹臭扑鼻,且色成绿色,小呆不小喝,闻着都要吐了。 环目四周,皆是怪石,更无一物可食。 木的,小呆眼睛一亮,他看见岸边不远处,有一只蛤蟆,小呆慢慢站起,摸着腰向那蛤蟆移过来,说到这只蛤蟆便能暂时冲击。 在小呆的眼里,这只蛤蟆已是珍贵之极,一到可捉之处,猛地扑上去舞。 谁知,那蛤蟆已有觉察,嗖地向前一跃,让小呆扑了个空,赤裸的身子时时地趴在地上,好在湖边是湿泥摔得不重,却也很狼狈。 小呆爬起,看着那蛤蟆瞪眼运气,心说,我非得捉到你不可,连一只蛤蟆也捉不住,我这不太废物了吗? 一进几步,又猛地扑上去舞,又捂了个空。 抬眼一看,那蛤蟆已经跳进了湖边的枯枝水草上,并得意地咕刮一声叫,然后一头扎进水里,踪影皆舞。 小呆爬在那里,心中一阵沮丧,眼前失去了目标,心下也一片茫然,正想爬起来,突然看见湖边的水面上有一朵白花,啥是好看,心中称奇,这花非是荷花,却长在水里,而且仅此一枝。 他起身过来,伸手抓住花镜,想折下那花,谁知,那花镜上带有小刺,一下扎了他的手。 小呆心下气恼,蛤蟆抓不住,我连这花也折不得了,花镜扎手,我就连根拔起来。 于是,小呆顺经摸根,根却深深地埋在水下。 好在,这是湖边的水,并不深,而且入泥处,经部也没有刺。 小呆便抓着花镜,一用力将根拔起,顿时感到出水颇重。 顶经一看,不由一惊,花根形似婴孩,通体雪白,足有二斤左右。 小呆恍然大叫一声, 人参? 忽觉得又不对,人参怎么会长在水里呢? 难道是水参吗? 世上有水参吗? 小呆也不想那些,管它是人参水参,吃了充饥再说。 小呆便吃了一口那根果,只觉入口侵略,味道烧苦,也不在意,大口肯吃,很快就把这根果吃了下去。 又觉得白花也可爱,不忍丢弃,拿着白花到晾衣服的岩石旁,摸摸湿衣还没干, 又拿着白花蹲进湖边的水里,只觉饥渴顿消,周身毫不舒坦。 日头当空,天到正午,小呆心想,衣服也许是干的,自己应该穿上衣服,就是死也不能这般赤神裸体啊。 便离了湖边,到岩石旁穿上晾干的衣服。 一摸岩石,被太阳照得温热,就躺到了岩石上,闭上眼睛,闻了闻那白花的香气。 心说,就这么等死吧。 唉,遗憾的是,死前竟未能看上老婆孩子一眼。 就在这时,湖水里游出了一条巨蟒,缓缓地奔向小呆躺着的这块岩石游过来。 巨蟒有大海碗那般粗,头成三角,奇怪的,还有一只独角。 巨蟒的头已经接近岩石,尾巴还在湖水里。 小呆躺在那里浑然没有察觉,巨蟒却已经到了跟前,定定瞧着那放在旁边的玉玲珑和玲珑刀。 原来,正是那玲珑刀,经阳光一照,反射出光芒吸引了巨蟒。 小呆正想着老婆儿子心中悲伤,便不再闻那白花。 他一垂下手臂,巨蟒立即惊觉,哗啦一声,从湖水里甩出了尾巴游向小呆。 小呆听得哗啦水响睁眼望去,立即吓呆了。 他一证实,巨蟒游进其身,已经把小呆连同那巨石卷住了。 小呆惊骇大叫,似腰骨机遇折断,用力争了几下,却是挣不开。 他紧急之下,便想到了玲珑刀,但玲珑刀却在持续之处,任他怎么抓也够不到手。 他拼命抓够玲珑刀,身子动得厉害,却激怒了巨蟒,一口咬住了他的大腿。 小呆魂飞魄散,直觉痛彻入骨。 他心中一领机遇昏厥,不但被缠得呼吸困难,似那巨蟒正在吸食着他的血液。 小呆混乱中无计可食,便张口向巨蟒的身上咬去。 莽皮肩后韧滑,一咬竟不破,小呆三咬两咬,终于咬破了个血口。 他知道,血被吸,那是必死无疑。 心说,你吸我的血,那我就吸你的血。 便咬住血口,不住地吸进盲血咽下。 就在此时,在一块岩石后,爬出了一个怪物,见此情景。 怪物停了停,迅速爬到跟前,抓过那玲珑刀,一刀刺进了巨蟒的脑袋。 巨蟒不动了,小呆松开嘴,头目那怪物,心中一领。 原来,这怪物竟是一个满头长发,脸白如纸的女人,正用一双阴森忧寒的目光盯着自己。 她的头发长得几乎等身,双手漆黑,手指甲坚如利爪,身上衣不蔽涕,大部分裸露着。 小呆硬着头皮颤声道,你,你是人是鬼。 那怪物厉声道,当然是人。 小呆心下一宽,是人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她使劲从巨蟒下抽出身来,撕了块衣布,缠住巨蟒咬破的伤口。 转而对怪女人道,你的双队好像废了。 这还用你说? 小子,你这玲珑刀从何得来?你和秦帝有何渊源? 小呆见着怪女人模样,道标志,只是眼含愿读,不解其意,只好照实回答。 我从未见过秦帝,这玲珑刀和那对玉玲珑是秦帝的朋友送给我的。 那男人是男是女?老实告诉你吧,这两样东西是血膜色膜分别偷自秦帝的,然后送给他们的女人,他们的女人又送给了我。 行说,这怪女人,因何这么关注这两样东西,莫非她也认识秦帝吗? 怪女人神色渐缓,你帮我坐在那岩石上? 小呆迟疑了一下,便把怪女人抱着放在了岩石上坐好。 你是不是也不小心从上面掉下来的?方家怎么称呼呀? 我是在上面被人一掌打下来的,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也是粉一帮的人,我就是被他们追杀,一不小心才掉下来,肯定你也是粉一帮的仇人。 怪女人忽然眼内杀鸡涌现,摇牙切齿道。 是的,我是粉一帮的仇人,我恨不能把他们的帮主碎尸万段。 可惜,我武功平平,不能带你出去,不然我们一块儿去找独守三美报仇。 你说,粉一帮的帮主是独守三美? 是啊,潘美英死后,他们三个当上了帮主,如果害你的人是潘美英,那你的仇就不用报了。 这么说,那贱女人已经离开了粉一帮,她为什么要离开? 小呆知道,这其中必大有隐情,也不好深问。 我是武林晚辈,知之甚少。 我看你知道的也不多,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小公子,你背我到我住的地方去,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相信你能完成我的心愿。 目光索急,看见了那弃在一旁的白花。 把那朵花递给我。 小呆把那朵白花递给怪女人,怪女人闻了闻那花,头目小呆道。 恭喜你,找到了地母灵芝,快去把这花的根果挖出来吃掉。 我已经吃了,那根果像个婴孩,遍体雪白,我还以为是人参呢。 你真是因祸得福,那地母灵芝,据说普天下,围着藏龙潭独有,而为数极少。 人吃了一颗,至少能增长二十年的功力。 另外,你体内患上了金龙的血液,已成了百毒不侵之身。 小呆看了一眼巨蟒。 这,这是金龙? 这不是一般的蟒蛇,你没看见它头上有脚吗? 独龙岭和藏龙潭都因它而得名。 你去把那金龙的眼珠挖出来。 在黑暗处,那龙眼珠比夜明珠还亮十倍,乃是世间千古难寻至宝金龙珠。 金龙珠还有一奇笑,待在身上冬暖夏凉,去病易受,一般的毒气禁不了身。 小呆就一眼,用玲珠刀去挖出蟒蛇的眼珠子,拖在掌心,果然晶莹光洁璀璨生辉。 他对怪女人道, 咱们一人一科。 怪女人轻轻摇头, 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替我完成一个心愿。 你说吧,不管是什么心愿,我都会替你完成的。 帮我走,我慢慢对你说。 怪女人住的地方是个石洞,小呆看见那些石缝里流出来的清水和生长出来的拳头大小白色菌状的东西。 方知,怪女人为什么能长时间活下来。 怪女人让小呆把它放在一块平滑的岩石上,然后道, 那些是凌汝,可以冲击,你要是饿了就吃一些吧。 我不饿,吃到根果后还饱着呢。 你可曾把地木灵芝生发出来的功力,导引到七海。 小呆对内功知之甚少,文言不觉茫然无措。 但他此刻已感到丹田有热力在凝聚,似一个火球再越转越大。 实则,若非遇上巨蟒西斜,地木灵芝的功力早已生效。 怪女人见小呆已显异壮,便道, 看来你不懂内功,但我先帮你打通人都二脉,坐到我身前来。 小呆坐到怪女人的身前,背对怪女人。 这时,感到腹部的热力渐增,而且有骨障质感。 木的浑身一震,感到怪女人双掌印在了自己的后背, 似隐隐有两股热气沿着带锥穴向下冲来。 这一冲隐,引起了体内的骨障质感渐弱, 四肢百孩隐隐发出了咯咯的响动。 忽觉,这两股热气在丹田处与那个大火球相融, 然后向全身散开去,仿佛置身一个大蒸笼里, 周身轻飘飘地,似有无数的热流奔窜, 如同腾云驾舞一般, 又听见周身的骨骼一阵咯咯清响, 印在后背双掌顿时收取。 许久未听到怪女人吭声, 小呆惊意回头, 见怪女人的面颊,头颈, 发根各处大汗淋漓, 徒子端坐不动,吓了一跳。 前辈,你怎么样了? 口气却比之前恭敬许多, 怪女人慢慢睁开眼, 柔声道, 你叫我前辈? 我的样子很老, 很难看吗? 小呆摇了摇头, 这时他觉得他更像是个女人, 怪女人依然柔声道, 我也不知道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了, 我一定已经又老又丑了。 小公子, 是才我已经匿运神功, 将自身三十年的功力, 尽数传输于你, 加之地母灵芝生发的功力, 就算你以前毫无内功修为, 现下, 你也至少拥有了五十年的功力了。 我先施恩于你, 也由不得你不答应帮我。 小呆心弦俱缠, 如此厚恩, 自天而降, 如何消瘦得起, 连忙跪在怪女人身前感动道, 我, 我拜你为师, 碰碰碰磕了三个响头, 我有了这么高的内功, 一定可以背你出去的。 怪女人见小呆磕头拜师, 甚是诚恳, 便玩耳一笑道, 你好乖顺, 想不到我也会收个徒弟, 你叫什么名字? 小呆。 你姓什么? 小呆心中急转, 脱口道, 姓武。 他想, 自己若说没有姓氏, 他准以为骗他, 还要多费口舌解释。 怪女人点头道, 很好, 你既然已是我的徒弟, 我更没有必要对你隐瞒什么了, 看来咱们确实有师徒之缘, 不然玲珑刀和玉玲珑也不会落到你的手上。 师父, 你是…… 我就是这玲珑刀和玉玲珑真正的主人, 玲珑仙子, 我曾经是粉衣帮的第二任帮主, 就在我和秦帝准备要结婚时, 被百患神机欺骗到崖顶, 一掌打落到这深谷里, 我知道, 他一定是为了和我争夺秦帝, 我在这深谷里苟延残喘, 支撑着不死, 因为我总相信, 秦帝会来找我, 或者能有那么一位奇人巧遇上我, 把我救出去, 看来还是咱们师徒有缘。 师父, 我一定出去之后杀了百患神机为你报仇。 这就是我要你完成的心愿, 但凭你现在的武功还不是他的对手, 何况你还是个男人。 我母亲说, 世上的男人没有一个是百患神机的对手, 不管他有多么高的武功, 所以你要杀他, 必须先找到我的母亲, 可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